注意一下,就是在你的上方,理論上應該是沒有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本來應該是不存在的 那是 如果說你要用的時候才會打開來,所以理論上 不過因為可能之前有上課,其他人有把它打開了 那當然如果已經有,你就可以看到開發人員這個標籤 裡面會有個Visual Basic 實際上我們 最重要的功能是在這裡 OK,那如果說沒有的話,怎麼打開它呢? 其實很簡單,從那個,這邊有個小箭頭,從這邊 裡面的 那個什麼呢?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 會有一個常用 常用裡面呢,就會有一個就是叫開發人員標籤這邊 預設是沒有打勾的,所以你們可能一般是沒有沒有開發人員 什麼時候會有開發人員 就是當你要開始使用VBA的話 才會去把它叫出來 OK,所以一般狀況是不會打開它的 但是如果你打開它之後的話 就基本上你就是要成為一個開發人員的 不然的話你是不會去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在辦公室裡面你可以瞄一下同事的 E-sale有沒有這個開發人員,如果有要表示他應該是 應該是有開始學習啦 因為之前有同學會來學習這門科 也大部分都是因為 同事已經都會了 OK,而且很多同事 他的那個E-sale裡面有很多按鈕 但是你半個都沒有 那你當然會想說 你按一下很厲害,按下去就 東西就做完了 我沒有這個,那感覺好像 就少了什麼 那其實 當然也是啦 以後這應該會變常態的 而且只會變多不會變少 OK 所以 開發人員 那你要知道怎麼打開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 20 這邊是2007的版本 不過你可能一般好像應該都已經升級到2010了 2010的位置不太一樣喔 OK,所以我這邊有個截圖是2010的 那2013的話 跟2010是一樣的啦 OK,所以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來之後 那你要怎麼去做完這件事情 那最重要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那Visual Basic打開來之後 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是如果他當他怎麼樣 他可能是佔滿整個螢幕 那我會習慣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就是大概讓他浮在上面 為什麼要讓他浮在上面 因為我們會撰寫程式 是一邊看著你到底需要什麼 而繼續往下寫的 不是說憑空想像的喔 是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可以看著你的需求來完成 那這個是最後寫完的東西 寫完的東西一定會寫在所謂的一個模組裡面 所以這些東西喔 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放在這個模組裡面 但是你們可能剛開始開起來的時候 說這個模組是不存在 所以我把它移除一下 把它移除 它要不要會是for 你們開起來可能會看到類似像這樣 它基本上喔 一定上面會有一個 叫VBA的project 就是把一個Excel檔案 當成是一個專案來管理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喔 會有幾個東西啦 包括Lisual Book 指的是這個工作簿 還有裡面會有工作簿 不過這些你可能暫時先不要理會它沒關係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喔 記得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呢 任何的VBA開始 一定要需要有一個模組 如果你沒有插入模組 那後面就不用做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等一下 務必喔 這些動作 往後反正寫VBA啦 一定就是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進到這邊 任何的位置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一個就好了喔 OK如果說你有看到一個模組 剛開始就一個 除非說你已經寫了很多的程序 太多了 你再產生第2個 產生第3個 不過基本上 剛開始就一個 大概就夠了 好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就是等一下 務必要 注意這件事情 插入一個模組 好 一個模組 名稱先不用改了 反正它預設就 這個模組 旁邊會對應到一個 它的畫面 所以呢 未來如果說 假如說你不小心關掉 沒關係 再把模組一點兩下 它又開起來了 也就是說我們程式 將來會存在這裡面 OK 那VBA的程式 那 可是 問題是 等一下我要產生 這兩個按鈕 那我要怎麼樣 開始做 基本上等一下 先完成到這裡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兩個按鈕怎麼做 還有插入函數 我怎麼制定 總共會有兩個 步驟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先大概熟悉一下 那基本上 如果你開啟了 開發人員 那當然你就要 心理準備 你再也不是 這個 Label就向上提升了 OK 你就是 不是用 現有的功能 而是 你要設計 你自己需要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你實際上就是一個 設計人員 OK 而不是應用人員 那個Label 其實是不同的 OK 所以 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其實是一定有一點難度的 OK 好